大問號 餐廳的業者說 年代警大軍並沒有付費 還在越南富國島的旅客 非常氣憤 明明付了720元美金後 本該照走的行程 卻還是處處碰壁 到了餐廳業者 卻說年代旅行社有定位 沒付錢 瞬間吃飯便要飯 其他的沒有付錢的人 說他們都有收到年代的官網 還是什麼有消息告訴他 請他們自己制定飯店 收臺灣再談再說 不想額外付費的人 更坎坷 有網友分享親身經歷 年代旅遊 沒付錢給當地地接 行程住宿都出問題 付了近70萬元的團費 沒有說好的領隊導遊 旅行社安排好要去的餐廳 春節沒營業 要去坐的攬車跟遊樂園 連門票有沒有都差點成問題 一家12口油撈又小 到半夜12點還在喬住哪裡 因為根本沒訂好 當初說好的飯店 也是等了一兩個小時 還是確定完全都沒有房間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 也是耗了相當多的時間 整天我們所購買的行程 都沒有旅行到任何一樣 他們的動物員我們都沒有 我們一直都在等待 這已經成立到丟包的感覺 旅客難得出國玩 卻因為臺灣年代旅行社 與越南當地旅行社 財務糾紛導致不愉快 現在就擔心2月14號 原定搬機無法飛 單搬是OK的 但是2月14號有一班 月族航空的他正在協調 他們之間的款項 我們不會介入 跟他訴求就是旅客 務必要安全送回臺灣 航空公司那一塊 請他盡快處理 五天四夜充滿波折 就連最後能否順利回臺 都還是未知數 三天新聞高官宣羅佩宇台北採訪報導